警方接到报案 赌场的总统套房里趴着一具女尸 死者叫做南希 今天特意来参加学校的毕业晚会 由于正在举办晚宴 老鸡赶到的时候正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这个一袭红衣的女子是白班族的见证人员索菲亚 望着地上的呕吐物 她怀疑南希是死于吸毒过量 尸体的脖子上有擦伤 似乎是被人在身后袭击 手腕上还贴着晚会的胶带 根据调查 这间酒店是一名赌场大佬的产业 她特意为女儿珍妮提供了这间总统套房 供珍妮和同学们聚会 奇怪的是 南希死后 这个珍妮也不见了 谈话间 索菲亚已经迅速换好工作服 竖起了盖链的马尾 南希的盖温是华氏90度 由此推测 她死亡不足两个小时 手腕上粘性的残烈物表明 她生前曾被胶带捆绑 除此以外 南希左边的脸颊上 还有一块圆形的压痕 现场没有任何酒水 这更加让索菲亚确定 死者一定是吸毒过量 毕竟涂这么多 不是喝醉了 就是吸嗨了 金发姐是聚会上的宾客之一 她回忆 当时南希捂着肚子跌跌撞撞 在吐了一地之后 就倒地不起 于是同学们一起报了警 金发姐对南希嗤之以鼻 原因是大家的父母都是非父即归 只有南希的爸爸 只是个里车司机 大家都认为 和南希做朋友 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酒店的楼下就是赌场 可是赌场的千金珍妮 也就是这场聚会的发起人 到现在都下落不明 随姐来到监控室 要求工作人员 调出楼梯口的监控录像 这个小伙叫左依 他同样对死者南希嗤之以鼻 还说南希是个花痴 总是想跟有钱的同学攀上关系 珍妮并没有邀请南希 可南希依旧盛装打扮 hold着脸皮请求珍妮收留自己 好在珍妮虽然贵为千金 但为人随和 从不会拒绝同学们的请求 尼克问起了珍妮的下落 可是左依也表示不知情 老法医检查了南希的尸体 南希生前有过性行为 血液中有毒品和迷幻剂 鼻腔里还有绿色的纤维物质 根据胃里的残留物初步断定 南希是死于吸毒过量和窒息 外面转弹发现场 索菲亚掳起了袖子 没有哪个见证人员 能够逃过掏马桶的命运 她在马桶深处 掏出了一袋子 被称为蘑菇的迷幻剂 老基盯着死者的呕吐发愣 一般人都是站着呕吐 所有呕吐的面积很大 而这坨呕吐的面积很小 证明南希呕吐时 已经是昏迷或者是死亡 联想到死者鼻腔里的绿色纤维 他们找到了与之对应的沙发靠垫 由此推测 凶手曾用靠垫捂住了南希的脸 才会造成他窒息而死 而他脸上的原型瘀伤 正是靠垫上的装饰 部署召集了晚会上的所有同学 同学们供述 迷幻要是雷克斯的 雷克斯也是个富二代 他父亲名下拥有七家餐厅和赌场 被宠坏的孩子总是想玩点新鲜的 迷幻剂的袋子上有雷克斯的指纹 见此情景 他只能承认自己带着蘑菇给同学们吸食 是南希自己吸嗨了迷幻剂 非要与他发生的关系 老基接到了C姐的电话 原来他终于得到了珍妮的下落 监控显示 昨晚聚会还未结束 就有两个戴着面具的男子 强行绑架走了珍妮 同学们回忆 昨晚大家都玩得好好的 突然冲进了两个持架男子 绑匪们用胶带把他们绑了起来 然后掳走了珍妮 后来大家都挣脱了胶部 因为害怕绑匪还未离去 大家都不敢出门 可南希因为吸多了迷幻剂 大喊大叫 还非要冲出去 为了阻止南希 大家只能连手按住了他 拿靠枕捂住了他的脸 没想到就是这么把他给捂死了 至于地上的呕吐物 那是帮南希做急救的时候 按压出来的 三个同学无意杀害南希 但是大错已经铸成 谁都别想置身事外 可既然他们亲眼目睹了珍妮被绑架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知警方 原来是珍妮的父亲 也就是赌场的老板 让同学们隐瞒下女儿被绑架的事情 女儿被绑架 按理说老父亲应该是很着急啊 怎么一副风气云淡的样子 原来土豪平时最新工作 忽视了女儿和家庭 珍妮为了引起父亲的注意 他隔三差五就要自导自演一起绑架 向父亲要个百八十万 老父亲已经被他骗到身心俱疲 即便是如此 老父亲昨晚还是为他腾出了一间总统套房 让珍妮举办了同学聚会 哪知道这回又如法炮制了绑架案 还间接害死了南希 关键珍妮笨到令人发指 他向老父亲索要赎金的账号 还都是自己的银行卡 老父亲没有理会绑匪打来的赎金电话 甚至懒得报警 另一边 南希的父亲认领了女儿的尸体 老父亲叫做迈克 他的胡子倒是很别致 了结了南希的案子 见证科开始全身心投入珍妮的绑架案 虽然大佬说这是女儿的恶作剧 可万一这次是真的呢 小葛开了八小时的监控 监控显示 珍妮下楼的时候 被突然出现的绑匪强行拉出了电梯 可接下来不管是电梯还是楼梯 都没有拍到珍妮和绑匪下楼的身影 也就是说 珍妮可能还在楼上 电梯里至少几百个脚印 几千组指纹 可怜的尼克卑微 弱小又无助 尼克在电梯里 找到了一根黑色的纤维 大佬也在洗衣房里 找到了两名绑匪丢弃的面具 绑匪让珍妮看到了自己的脸 只有两个可能性 要么他们认识珍妮 要么打算杀了珍妮 C姐来到了监控室 工作人员居然在这里 装了数码影像颜值器 她将监控移花借墓 把西边的监控影像转接到了东边 工作人员却说 是珍妮叫她这么做的 看来大汉说的没错 是珍妮自导自演了绑架 都说狼来来的故事只能重复两次 多了就没人信了 怎么这货就是死心不改 不过工作人员也不知道 珍妮到底躲在哪里 老基检查了电梯里的纤维 这是高档的羊绒 常被用来制作男士的礼服 见证科检查了所有同学的礼服 确定线头来自于阿呆 原来阿呆就是绑匪之一 是珍妮要她帮忙演了这么一出戏 阿呆是个穷小子 同学们都看不起她 只有珍妮 从来不会摆架子 从心里把他们当成朋友 即便是为了她犯罪 阿呆也在所不辞 阿呆向警方说出了珍妮的藏身地 可当警方赶到的时候 珍妮并不在屋子里 房子里一片狼藉 彼伏散落一地 大黑在餐具上 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这枚指纹来自于另一名同学佐伊 面具上的DNA证实 佐伊就是另一名绑匪 佐伊也是个穷小子 他说是珍妮付给自己一千块 请求他乔装绑匪 他们演完那出戏之后 珍妮就留在了房间里 佐伊还给他送吃的 可当时珍妮接到一个电话之后 就表现得很愤怒的样子 紧接着就一个人离开了这里 CG和小哥调出了珍妮的通话记录 原来大佬知道女儿被绑架之后 非但没有担心女儿 反而称骂了他一顿 由于监控被动过手脚 警方并没有看到珍妮下楼 不过种种证据和证词都显示 这起绑架案是珍妮的自导字眼 想着这姑娘玩够了就会回去 老吉祥就此结案 然而索菲亚认为 正是珍妮的自导字眼 才会间接害死了南希 珍妮也是凶手之一 所以不管天涯海角 都要把她给揪出来 CG收到消息 巡逻的警员找到了珍妮 停放在野外的汽车 珍妮就这么静静地躺在了后备箱里 珍妮已经死去 她双手被绑 嘴里还塞着丝巾 这姑娘自导字眼了这么多次 这次是碰上真的了 还把小命给玩丢了 父亲终于再也傲慢不起来 她回忆 珍妮被发现前的几个小时 还给自己打了电话 说自己被人关在了后备箱里 父亲当时以为优势女儿的把戏 就挂断了电话 珍妮的父母早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母亲在法国很少过来探视 珍妮小时候总缠着父亲带她出去玩 可父亲最新工作 也从不在乎女儿的感受 在她眼中 女儿只是个被宠坏的富家女 可在别人眼中 珍妮从不摆架子 不管贫穷与富贵 都能与她打成一片 只有她愿意与穷人交朋友 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 父亲总是不愿花上太多的时间去了解女儿 更何况她还要忙着应付刚娶的小娇妻 相信小娇妻现在心里应该美得很 珍妮被绑架是假的 被谋杀却是真的 警方找到了南西的父亲老麦克 老麦克喝得酩酊大嘴 她女儿的死无人问津 珍妮的死却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 原来有目击者看到 珍妮死亡前曾上了老麦克的车子 警方在老麦克的车上 找到了珍妮的钻石手链 这条手链怎么也能卖个几十万 老麦克是个理车司机 他回忆案发当晚 有人订了他的理车 等他到了才发现 订车人居然是害死女儿的珍妮 珍妮非常内疚 他出了狩猎希望可以赎罪 老麦克当然不愿意 当即把他赶下了车子 老麦克说 不是没想过杀死珍妮 可是南西已经死了 就算是杀了珍妮又能怎么样呢 血浅结果显示 珍妮的体内有安眠药 也就是说他死亡之前就已经昏迷 检测报告显示 不管是绑带还是嘴里的丝巾 上面都只有珍妮一个人的脾血还有口水 C姐仔细观察了 珍妮被捆绑的手腕 神姐的位置非常的微妙 在手腕和手臂之间 根据多年的经验 神姐在那个位置的唯一可能性 就是珍妮自己绑起了自己 神姐上的口水也确认了这一点 珍妮是个缺爱的孩子 她想让父亲重视自己 于是故意打电话向父亲晃车 自己被人塞进了后备箱 为了让绑架更逼真一点 她吞下来棉药 在后备箱绑住了自己 后备箱空气吸薄 而她在药物的作用下 根本无法自救 珍妮知道这样做很危险 可她相信父亲一定会来救自己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集可谓是重新云集 死者同学金发姐的扮演者 是1983年出生的阿德琳尼·帕里奇 姐姐身高180 穿上高跟鞋直奔1米9 她是美局奥威尔号中的凯莉 神盾局特工中的巴巴拉仿生鸟 此外她还是华语导演吴宇森的徒弟 不作不死的珍妮 是1983年出生的凯特·马拉 她是神奇四侠2015中的影山女侠苏散 段贝山中恩尼斯的女儿小阿尔玛 最让人熟知的角色 便是纸牌屋中的女记者佐伊 此外男同学雷克斯 是1981年出生的塞斯·盖贝尔 她是危机边缘中的林肯 还是绿剑侠中的眩晕伯爵 珍妮的父亲大土豪 是1961年出生的乔恩坦尼 她同时也是罪案终结中老甜甜的丈夫 女死者南希的父亲 是1947年出生的乔纳森·班克斯 最让人熟知的角色 便是绝命独世中的老麦克 此外老爷子 还会在CSI第六季中再次出现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